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冯萧婷和伊卡尔迪一样 都还没有参加过世界杯决赛圈比赛 国族1比1战平巴勒斯坦 对于中国男族来说 这是植入性的一场比赛 主场作战 面对于南对手 国族自己反而踢得向南 高林 吴磊 萧志 于大宝等前锋进不了球 反而是中后为冯萧婷打进国家队生涯手球 对于33岁的冯萧婷来说 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 此外 阿根廷2比0击败墨西哥队的比赛 伊卡尔迪和迪巴拉也斩获了国家队出子球 前者是国际米兰队长 后者是尤文图苏未来领袖绝对的世界级球星 如今 世界杯官方把三个人的名字放在了一起 恭喜冯萧婷 伊卡尔迪及迪巴拉军 收获自然国家队出子球 对于冯萧婷来说 这是莫大的赞扬 值得一提的是 冯萧婷和伊卡尔迪有共同点 那就是都没有参加过世界杯 中国男族自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 就在与世界杯紧赛圈无缘 而伊卡尔迪作为世界级前锋 因为阿根廷人才极其核桑保利的选择 最终无缘俄罗斯世界杯 目前 冯萧婷还没有退出国家队 因此 他的世界杯梦想仍在延续 至于伊卡尔迪 不出意外 四年后的卡尔迪世界杯 他会是阿根廷主力前锋